并且帮你传递到哪里呢 传递到这个 HTML 里面 有没有 所以假如说你要传过来的话 刚刚我们不是有 BMI S ING 你如果透过 LOCOS 他帮你把它传给这个 BMI 丢丢丢 他显示出来就 OK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这个也是 那个算 Django 独有的一种写法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 以后就这样写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多一个 Request 然后拿一个 Templates 然后 LOCOS 带过来 OK 好 基本上程式 还有一个什么 UILS 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 A 对不对 把它改成 B 改成 B 之后的话 当然你要一定要把什么 把上面这个 views 这个 views 带一下 不然的话这边会产生错误吗 因为这个上面 Impulse 是 你要把这个 views 因为我多一个 这个什么 BMI B 带过来 OK 所以这边我就这样把这个复制一下 OK 把 BMI A 再复制一个 BMI A 变成 B OK 好 把它 save 一下 这样基本上就 OK 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最后做出来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我一样把它 run 一下 然后把它 refresh 了 其实应该 refresh 应该就会带出来了 带过来 怎么变这个 他有带直过来 7663 很好 为什么这个 这个 对 没有小数点到第二位 然后看一下这边 class 把这个词带过来 理论上应该 OK 了 我把他的 ref BMI A OK 这个再 check 一下 理论上几个步骤 第一个 建 CSS 1 2 的话呢 建 BMI 的 template 3 在这边 把那个 BMI B 把它带过来 我刚刚只有改一个地方 把那个词丢到 BMI.htm 里面 再来就是 UIL 这边 把它改一下 我看 UIL 这边 BMI 改 BMI B 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那 check 一下看哪里有问题 这样的话 我的 CSS 1 可以被看到 OK 他已经找到答案了 为什么错呢 那我把这个结果先 run 一下 错 第一个 你会发现 CSS 1 没套用 为什么没套用 那我怎么找到 很简单 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有没有 OK 而且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检视原始码 点开来之后 其实你点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CSS 1 它会出现 page not found 我就知道原来 我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忘了给它什么 像这个前面会有一个 static image h 不是 看得出来哪里有错吗 对 你看到这边可以 这边可以 这边可以 因为我们是放在哪里 放在 static 底下的 CSS 底下的这个码 所以前面 第一个问题答案就找到了 OK 我 请问我贴为什么没有加 所以 那我就直接到哪里呢 到它的 HTML 里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一串有没有 这一串呢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 CSS 改一下就可以了 save OK 应该这样子我们的答案就可以出来了 OK 看一下 重新整理 出来了 OK 没有问题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就是刚刚还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说我在 CSS 里面 记得呢 如果你贴上去之后 可能你在开的时候 可能这里面是乱码 所以乱码主要是出现在那个 我们的中文名称上面 所以好像我刚刚评语的部分 也没有出现 class 因为它已经变乱码了 也就是它找不到这个class 所以class 最好还是不要 不要用中文的 好像用英文问题比较少 如果有 错了没关系 你再重贴一下 好像也OK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刚刚发现的问题 第三个最后的话呢 还有这个小数点 小数点当然你可以用 format 或者你用 run 的也可以 所以我也许这边可以简单的改一下 也许把这个 BMI 这个值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干脆这边用 run 的好了 因为你用 format 之后它变字串 字串后面就没办法再用了 所以干脆直接 这边用个 run 的函数 把它包一下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样 save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 run 它 它应该又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应该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final 最后的结果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个如果 ok 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再往前推进 这个两个值 我希望把它变一个表单 让它可以填资料 那这个表单 有点像我云端上面放的 这个在 其实我这边都有啦 有没有 我们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三支一这里 打开之后呢 刚刚的东西都在这边都有 你可以用贴的 像刚刚这一段 不过这一段有错啦 我就不改了 你们自己留一个这个错误在这里 你自己去一个 bug 让你自己去解一下 ok 然后你就可以贴贴 然后出来的结果长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之前写的 底下的话表单 如果做表单之前 我们会先练习另外一个吧 比如像这样的 这样的表单 请输入半径 输入之后按送出 所以会需要有一个表单 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没有表单 你没办法互动 所以待会要怎么做 但这边不是半径 而是请输入体重 请输入身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